感谢电视节主委会给了何与中国这样的荣誉 感谢国家文物局 感谢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和亲力指导 感谢国家广念总局的认可 也感谢中宣部国际传播局的资助 何与中国是上海广播电视台 打造文明看员看东方文化IP的一部分 也是上海建设习民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重要出品 从开播之后观众的热捧 到走进校园成为历史教学的影像教材 再到今天得到白玉兰这种重磅专业奖章的认可 让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更加坚信了 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 也更加坚定了专业主义和长期主义的追求 我们所信仰的 我们将反复述说 再次感谢白玉兰 荣誉属于欧星力写的主唱团队 荣誉属于伟大灿烂 深深不息的中华文明 谢谢 下面请我们的总导演甘超发表 谢谢宋台 谢谢上海电视节和评委会 将这个非常重要的荣誉给到何以中国 上一次我站在白玉兰的舞台上是16年前了 之前一起拍摄纪录片的伙伴 今天还在并肩战斗 所以何以中国见证了 我们对纪录片的热爱不会变 感谢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 感谢一直默默支撑着我们的家人 感谢国家文物局 上海广播电视台 感谢上海世卫宣传部 以及各位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没有你们不会有何以中国 感谢那些毕露蓝绿 青灯黄卷的考古学家 是你们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灿烂 辉煌的中华文明的宝库 最后呢我想将这个白玉兰奖杯 献给我们已故的著名的考古学家 严文明先生 中华文明必将会像重办花朵一样 绽放千秋 谢谢